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先介紹一下 我叫Wallace 本來我是一個蘋果的超級中粉 正如一種的蘋果中粉 無論是iPhone、iPad、Airport、MacBook 所有東西都有 自從兩年前 買了第一部Surface系列的電腦之後 我就開始由一個蘋果迷 變成Microsoft Surface系列的中粉 在接下來的時間 希望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兩年 用Surface產品的使用心得 以及去分析這幾個系列的電腦 在使用上的好處和不好處 跟大家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而第一部呢 想跟大家去分析的就是這一部 剛剛伸出了無奈的Surface Laptop 3 今天我們看的這部是Surface Laptop 3 13.5吋 CPU就限制 Intel i5-1035G7 或者可以升級到i7-1065G7 RAM就有8GB至16GB 儲存空間就有128、256和512 顯卡就有Iris Plus Graphic 即是它本身的CPU那張顯卡 重量1.200kg 價錢就7998-1588 只要你這個版本就15吋版本來的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CPU就是行AMD處理器 Grafx卡都是行AMD的 那這個 重量15.54kg 價錢就去到9888-16888 在外觀上 機身簡潔 有個Microsoft Logo在面上 然後 無論是面和底 其實都很清潔 即是 在我看過的電腦裏面 無論是顏色 材質 都是最美 其實你摸上手 是真的很舒服的 Surface Laptop 13.5吋 有金屬材質的默克色 沙岩金也有 Alcantara 材質的鍵盤 只有白金色 還有 古藍色是有的 我個人最喜歡古藍色 打開裡面 這個Alcantara的材質 其實個人 蠻喜歡這個材質 摸上去 是比較舒服的 而且你外面找不到另一隻 是用這個材質來做鍵盤的 一個Laptop 雖然是比較難清潔 但是 用上手是一個很舒服的鍵盤 這個就是 市場上唯一一部有這個特色的 鍵盤的Laptop 而 也有不少人會喜歡的 至少我本身也在使用 Azer 的電腦 那幾個月之後 它推出了 Surface Laptop 3 之後 我特意 因為這個鍵盤 真的太喜歡 這個質地 我轉了這部電腦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買 13.5吋的Alcantara材質的一個鍵盤 那就要想清楚 因為 用得久的話 會 變得很快 它的 樣子會變得很厲害 之後很難清潔 兩年之後可能用完 顏色會變了 好像 我第一部 Surface Pro系列的電腦 我也是用這個材質的鍵盤 你看到用了兩年之後 本身是灰色的 已經開始變黃了 因為我不斷帶出家用 每天都用 那你會看到 這些開始發黃 對 而且 真的難清潔 這些邊位都不斷爛了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 如果你真的喜歡 你買這個 可能兩年之後 那個鍵盤的位置 有機會打理得不好的話 會開始爛 而且 顏色會變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特別的 又想用這部電腦的話 那就用回金屬材質的那部也是不錯的 在左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 USB A port 還有一個USB C port 還有一個 Headphone Jack 不過這個USB C port 不是Thunderbolt 3 Thunderbolt 3 當然會給USB C port 而現在很多手機都在支援 Thunderbolt 3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很多 Microsoft Surface產品的中品 對這個很大的不滿 因為它 因為它 其實它不應該推出的 但它也要推出USB C 不是Thunderbolt 3 Thunderbolt 3可以支援什麼呢 例如一些 外置的顯卡 都可以用Thunderbolt 3 但是 如果USB C port 你可以用來充電 HDMI 那些 都可以做到的 而 在右邊是一個本身Surface系列專用的充電插頭 好處就是磁吸的方法 如果你以前使用MacBook的話 差不多的感覺 如果不小心卡到的時候 那部機器就不會移動 那我充電 充電插 放進去 我不小心掛到 我一掛就可以了 但有時候會很容易掉的 所以這個充電的話就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呢 就有人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那曾經Apple 都用這個方法充電的 慢慢轉成USB C Surface laptop 3都有兩個方法充電的 這個就是本身的插頭 而用USB C充電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萬一出街 你有沒有帶充電器 就可以用一些 尿袋去充電 當然啦 你也要注意的 充電到電腦的尿袋 有特定的要求 這個遲些再說 Surface laptop 3 13.5吋 顯示比例是3比2 解像度是2256x1504 Pixel Sense Display 即是Microsoft的 本身的Display 色彩和亮度 同級的電腦都是比較出色的 SRGB大概到100% 顏色的準確度是很高的 3比2 你用來看影片 你會看到 旁邊的藍位 兩邊是比較闊的 但是 3比2的Ratio 做事上 真的舒服很多 看上去舒服很多 例如本身 我正在開Youtube 然後我開一邊 我要做事 例如 我要開個Logs 打野 或者我要開 另一個 Edge 然後兩邊一起做事 這個顯示的比例 其實都是 在工作上 做事上是比較舒服的一個體驗 還有一些如果 真是 追求工作效力 或者是工作體驗的 那些人來說 其實這部 舒服很多 成功 字幕作詞 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作詞 SURFACE LAPTOP 一個螢幕 還有兩個螢幕 這兩個螢幕是用來收音的 這部SURFACE LAPTOP 其中一個令人很滿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前置鏡頭和收音都做得很好 如果你在這段時間 很多時候都用ZOOM跟人聊天 跟人去開會的時候 這個是很幫助的 因為是同級的電腦或者同價錢的電腦裏面 做得最出色的其中一部電腦 這就是SURFACE LAPTOP 3的前置鏡頭的效果 你見過收音和效果其實都已經是不錯了 如果你用上電腦去做 用上前置鏡頭的前置鏡頭 你也知道有很多都是 你基本上看不到的樣子 另外Windows 10的插路功能 在SURFACE LAPTOP上是發揮得很極致的 你打開那個瞬間 其實已經解鎖了 其實是方便很多的 如果你帶電腦到處走 你要走來走去 然後坐下來馬上開始做事 你打開電腦就能解鎖了 其實那個感覺是超開心的 你的產品會高很多 到觸控板了 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用Windows機的觸控板 覺得又細 反應又差 左右鍵又不好按 搞到每次都要帶滑鼠出街很重 看著別人 Apple就不用用 都可以用 很舒服 幾隻手指有不同的手勢 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Fyco Soft Surface LAPTOP的觸控板 其實是 我覺得跟蘋果是有得廢的 在磨砂壓質料上面 其實按下去很舒服 比以往那一代就大了20% 在同等電腦裡 整個觸控板的佔比例是一般大 所支援的手勢 無論是一隻手指輕觸 輕觸 或者兩隻手指右鍵 接著兩隻手指向上向下移動 去scroll 那個功能 就是Apple本身有的功能 左右scroll的功能 對 接著 或者 是 四隻手指向上 開選單 或者是四隻手指左右移動 去轉場面 那 都在Windows 10 裡面 已經有支援 即是跟Apple一樣 在Windows裡面 都可以調整觸控板的功能 就在Device 接著就按Touchpad 那裡面 那些功能 都可以自己選擇 那些手指 那些手指 那些不同的功能 那 那 現在都可以在Windows 10裡面做到 都試過不同的Windows機裡面 這部 觸控板的功能 還有 還有 舒適度 我覺得都是比較好的 就是 他牌的電腦 這部是MSI來的 即是我平時用來打機的電腦 按鈕 你見過的Touchpad 是小很多的 還有 用起來的感覺 都是相對上 舒適度 都比較差 這個鍵盤 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1.5mm的鍵程 按鍵是偏遠的 打字打下去 鍵盤的回彈力是剛剛好 按鍵和按鍵之間的距離 和按鍵的尺寸 都是恰到好處 由於我長時間 都需要去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而一個打字書式的鍵盤 和適合自己的節奏的鍵盤 真的差很遠 用其他鍵盤 即是很快就會很累 但這個就不會的 我試過用Apple的Butterfire Keyboard 手感真的很差 回彈力 即是差到 令到我都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打到那個字 令到很困難 打字的時候 那或者試過Lenovo MSI 不同的Laptop的鍵盤 到最後我 因為上手 我就已經開始大腰 嘩不行 我用不習慣的鍵盤 我一定要用回這部的鍵盤 因為 令到我打字真的很慢 另外 另外 這個Surface Laptop 3的螢幕 是支援Touch的螢幕功能 在日常用途裡面 Touchbone可以方便到你去按選單 例如你平日出門 你不帶滑鼠的話 這些你可以很快的增加到自己的工作效率 至於電量方面 官方公佈這部機可以用到11.5小時 至於我的實測 在日常的處理 我通常帶出街上網 玩樂打字 用To Do List 用YouTube 同時會開網 來使用 螢幕量度大概降到70% 大約用到5至6小時 正常的電量 夠用你一天 除非你帶出街打機 基本上現在的Windows的電腦 除了Apple之外 其實電腦也是差不多 如果你在外出 如果你要用高強度的節奏工作 或者你要全日去用的話 你最好帶頂充電器 或者吊袋 它的充電器也不太重 對 也挺輕便的 尺寸也不太大 你帶外出也挺方便 其實Surface Laptop 3 有分兩隻 一隻就是13.5吋 以及15吋的模特兒 在性價比來說 13.5吋的性價比是最高的 如果你不在乎顏色 即128GB的內存都足夠的話 其實那個基本版本白金色是最划算的 但當然如果你喜歡其他顏色 例如我這隻古藍色的話 就起碼價錢10288起調 相比起15吋的AMD處理器 13.5吋那個 因為是Intel第10代的處理器 其實是無量性能 省電 其實大部份 速度版本都覺得 Intel比AMD更好 大部份都會推介 如果你買Surface Laptop 3 你都會買這部比15吋好 而重量,這部13.5吋1.2KG其實是最理想的 因為15吋你都差不多去到1.5KG,其實帶出去已經很重了 價錢也貴很多 上網看過有些人宣傳說可以用來打電話機 Graphics Card好一點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想買這部Surface laptop 3 其實它從來的定位,它的價錢定位其實都不是 給你用來打電話機的 當然你玩L.O.L,那些普通的Basic Game的話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的,這部也可以玩到的 如果你想玩Ghost Recon,Battlefield,那些高級一點的遊戲的話 其實你用這個價錢,你已經買到一部很好的打機電腦 入門級的打機電腦 而你不需要買一部這樣的電腦來打機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做什麼,如果你真的想用一部輕便的電腦 帶出去美麗的 用來做文書的電腦,這部是適合的 這個鍵盤也是很好用的 但如果你真的用來打機,那你就不要選這部,就選其他電腦 至於你想買i7還是i5呢 看你的預算是怎樣 它一跳就跳得很貴 i5和i7的價錢可能欠兩三千元 i5和i7的真正分別,其實那個系統大約10% 如果你帶出家,你還是做文書多 上網多 而你不需要剪片很厲害 或者是一些計劃很厲害的一部電腦 i5已經足夠了 上多年自己買了一部 Surface Pro i7 16GB 512 即是兩萬多元 但其實到最後發現,其實不需要 這樣 即是你基本上i5已經可以做到很好的功效 而你不太分別 所以其實 不需要特地去追求一些很高 配置的一部電腦 如果你要高配置 你寧願放一部台機在家 然後帶出去用很便宜的電腦 你的預算可以省回來做很多其他東西 因為它這樣一跳,其實是貴幾千元 你可以買到很多其他東西 就是這樣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啦 希望接下來的時間會跟大家 推出更多關於Surface產品的東西 以及接下來希望會有更多 Surface電腦 跟皮卡電腦的比較 的一些影片 希望接下來會 自己可以繼續去 做多一點一些不同的電腦的一個比較 給大家多點參考 如果大家有一些 關於買電腦 不知選擇什麼電腦好 或者是有任何 如何選擇電腦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 如何選擇一部適合自己的電腦 歡迎大家去聯絡我的 我的電話就是這個 今天就這樣啦 拜拜